有将近一个星期没有更新视频啊 先祝大家虎年大吉 这可以更新一个视频吧 因为毕竟一个星期没更新了 这几个就说一下这四个点 这四个点 格局的问题 格局的问题 格局啊 无非是一个什么目的呢 相关妄以成功入格局而置贵 这是他的目的啊 官印财食为吉 平定遂粮 杀伤消败为凶啊 转用为福啊 这就是格局的一个总纲啊 总领 总领啊 官星 印寿财星 食神是吉神吉武 需要顺用 顺其性而为啊 而七杀 商官 杨刃 消神啊 这些啊 凶神 凶物 需要逆用 什么叫逆用啊 就好像如果一个人啊 本来是小时候特别调皮啊 特别捣蛋啊 特别怎么样 我们就需要教育他 教化他 引导他 制约他 改造他的恶性 他也会有成就啊 所以这个一顺一逆啊 都是为了向官望 只不过是形式不同 过程不同 特点不错 但结果目标都一样的 都一样的 我们讲的四个点 对吧 格局之成 格局之败 格局待继 格败有救 我们简单说 一般来说是后两种是最多的 什么叫格局成呢 我们举例 官格成 成格就成官格 成财格 成叶寿格 时商格 七杀格 商官格 阳润格 建路格 是吧 那么我们举个举个官格成吧 官格成需要干什么 官兴逢财或者逢印啊 又没有行冲迫害啊 你比如说官格 时商又不能带七杀呀 最好也不要带商官呀 等等 这是才能成吧 你再比如说 印寿格成 需要什么 有商业相生啊 官业双全呀 印望逢时啊 印格用财啊 当然这里边有条件的 并不是说 你见到这两个就成了 不是那回事 哎 比如说时神格成啊 哎 需要时神生财啊 或者是 哎 气势就杀印啊 哎 等等嘛 这是成 什么叫 拜呢 什么叫格局之拜啊 成的话好理解 拜呢 比如说官格拜 就正官格拜 那么就是 比如说正官逢商官行冲 或者被七杀剥商或者被行冲迫害 都属于啊 正官格拜 你再比如说商官格拜 哎 如果这个商官并不是金水商官而见官了 一般就拜了 或者是有生财 生戴杀呀 或者是配音而伤轻身旺 都是拜呀 这两个其实好累解 是吧 第三点 格局待继是什么 这个待继大家读一下 子凭真权就知道 子凭真权上说的很明白啊 叫做成中有拜 必是待继啊 拜处就是待继啊 拜中有成啊 全凭就应 哎 就这两个点 你比如说官格待继吧 比如说正官格待继是什么 呃 比如说正官格逢财星 是吧 本来是成格 但是又遇到商官了 哎 就是正官格逢财 本来是官格 但是又遇到商官了 这个 有没有破格呢 他不足以破格呀 但是他影响了这个格局啊 或者说还是正官格 透官 而官又逢合 就本来透出来的 就发用了 但是合了又没用了 这个不是破了 是什么待继了 所以这就是格中待继啊 哎 这个好理解吧 你再比如说财格 比如说财王升官格 又遇到商官 财格见正官 本来是财官相生的好命 但是又见到商官 严重影响了贵气啊 对吧 本来这个财官格是有贵气的 但是来了点商官 就阻碍了 不顺了 这叫做待继啊 这不叫破格 叫待继啊 我们再说一下什么呢 这个旧应 对吧 就格拜旧应 这也是指财这件事呢 比如说我们还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官格 有救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说的官 兴逢商官 透印 又杂杀 但是又合了七杀 或者行冲的话 又把行冲给合掉了 是不是都是 格拜有救啊 他二对应的四四 是吧 所以说这四个点不一样的 举个例子吧 就新有这个例子吧 这个新有 这个新有是正官格 是吧 正官格带的有什么财性 好像是成格 但是到底是不是啊 因为时辰是一个冰身啊 官兴待财的格局啊 建了笔尖 就是成中待继啊 所以这个石干的冰火 是待继的 关键是这个冰火 本来就是克财的 比如说这个人 本来要走公务员了 但是因为这个笔尖来克财了 就引导他什么 做生意了 发财了 说正官建财本来很好 但是笔尖把财克了一下 没有克倒啊 是吧 克倒了 可能就是任命了 哎 这个时辰上做这个财性 就好像说 外边有大把的钱财在这里 让你过来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正官格带记啊 正官格带记啊 看一下第二个夹子 这个夹子也是正官 正官又透 是吧 完全的正官 还有冰火印寿 好像很很好 纯粹的官星配印呀 天干脆脆 但是地支有没有问题 地支我们看一下 地支有财生官吧 有六合 这个八字有没有毛病 好像没有毛病 是吧 好像没有毛病 这个真没有 我们这个是谁的 这个是刘庸 他是一个清中堂吧 算是 所以财星代归有六合呀 所以我们 其实要分成几点 格局代记和格局之败 是不一样的 败就是这个什么 败我们已经说了 比如说财格败 财逢笔尖 财逢笔重 或者财头七杀 财党杀 这是财格败了 你比如说洋人格败 洋人没有官杀 肯定就败了 那你比如说七杀格败 七杀逢财又无至 肯定是七杀格败 这是败 代记就是沈孝珍说的 城中有败 必是代记呀 哎就是他没有到了败这个程度 但是他代记了 哎就是个意思吗 就是这个意思